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开跑 现在有饭店业者找来五家台湾特色巷弄美食 包含了鱿鱼跟米粉、豆浆油条、咸豆浆、凉面等等 进驻到饭店内的自住室早餐 让游客不用出门排队 就可以享用在地美食 另外有业者则是推出了入住指定房型 就可以享用双人免费下午茶的优惠活动 抢供旅游商机 如果我要一碗鱿鱼跟米粉 算准时间倒入米粉 还有刚烫好的鱿鱼淋上汤汁 和各种自己喜欢的酱料增添风味 另外打开蒸笼热气冒出 里头一颗颗精致小巧的花生粽 散发竹叶香气 这里不是夜市小吃店 而是饭店里的自住室早餐 我们出去吃的话都要去很多地方排队 有些好像是从台湾南部的厂商来做的 然后平时我们不一定会去到那些地方 所以我觉得来这边是非常方便的 我最喜欢豆浆 豆浆真的在香港我们吃不到 真的非常特别 因应疫情解封民众抢出游 有饭店业者找来台湾南北五家 店铃家总超过250年的台式早餐名店进驻 提供烧饼油条 咸豆浆 米浆 凉面 鱿鱼跟米粉等 用巷弄美食抓住旅客的胃 很希望世界可以再一次走进台湾 把台湾长期的观光跟旅宿 做得更精致 更有吸引力 除了军品酒店推出古早味自住室早餐之外 新版希尔顿饭店 现在则主打六月底前入住五种指定房型 就可以获赠双人下午茶套餐一组 以及餐厅早餐满意送一优惠 另外亚都励志大饭店则抢供亲子客 除了可以免费使用饭店设施 入住四人房还可想订购高铁票的折扣优惠 暑假旺季即将开始 业者摩拳擦掌抢供旅游商机 这位刘志宁新台北报道